这是什么 这些照片 是我跟肖战在一起 这么多年 所有美好的回忆 就算不得不分开的时候 这些我都没舍得丢了它 也亏了这些照片 在我人生最难 最苦的时候 给我力量 我才可以撑到现在 我这个人笨 听不懂那些有的没的 你要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喜欢肖战 是 我是喜欢的 肖战现在接受你了吗 没有 他没有任何表示过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东西我还是收下来吧 就算留着那也是过去的回忆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只要有新的东西 可以装到这个盒子里 过去的一切 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肖战他又要跟你在一起了吗 暂时没有 不过我相信应该快了 那我们两个没什么差别啊 我跟你当然不一样 我跟肖战是有情感基础的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关于肖战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在这儿了 小青 你见过肖战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他完全就是一个愣头青 又傻又可爱 他从来没吃过麦当劳 他第一次去吃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点餐 他整整排了四次队 才把澳市所有的套餐全 都买全了 还有啊 他第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还有多紧张 紧张到他不停地喝水 喝了整整两大罐水 搞到最后 他要不停地上厕所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跟肖战 两个人的回忆 没人能够抢走 我跟肖战也都不会忘记 我又没有打算 跟你抢过去的肖战 我们要争的是现在的肖战 不是吗 你知道肖战的梦想吗 你知道他给自己 规划的人生吗 我知道他现在做的搜索引擎 是什么 我为了了解他 我看完了他的毕业论文 我还了解了所有关于搜索引擎的新技术和新研究 我知道他未来会顺着哪个方向去努力 他做的一切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一些你都知道吗 刚才你说的这一些 我觉得你只是把肖战当成你的合作伙伴 这个不是亲密爱人 这才是亲密爱人 两个人站在一起可以并肩作战 不依赖更不攀附 不 因为只有这样在一起的两个人 才不会因为生活的磨难或者意外 就轻易地放弃对方 你在讽刺我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这次我不会放弃肖战 我也已经不是以前的矮胃了 我没有债务 没有软肋 还足够有钱 你以前因为钱离开了肖战 你现在又想用钱把肖战买回来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可笑的是你 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象牙塔里面 你知道钱要多重要吗 钱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意义都不一样 肖战有钱 他妈以前就给他办过一张银行卡 隔段时间就会往里边存钱 什么时候 是你们两个分手之前的事 他不想告诉你 是因为他妈妈开出了条件 如果肖战选择用了这笔钱 他就必须要听家里的话 就要和你分手 他宁可一个礼拜不吃饭 喝凉水 或者吃一个礼拜过期的面包 或是睡在卫生间里面 他都不会用这笔钱的一分一好 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这样的肖战 你懂吗 你和钱 已经把它伤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